各位观众您好,我是胡昌敏,欢迎您收看美南新闻 首先来看一则美南新闻华府记者的报道 中华民国驻美代表金普聪大使 5月17号于华府双向园召开记者会 针对5月9号台湾渔船广大新28号遭菲律宾公务船扫塞 造成台湾船员红石城不幸重荡身亡事件 发表看法 金普聪强调 无法接受非国在非蓄意造成生命损失的框架下道歉 并呼吁各方共同谴责菲律宾罔顾人道的行为 金普聪表示 广大新枪杀事件事发至今 菲律宾刻意怠话海防人员冷血杀害台湾渔民事情的严重性 并且迟迟不肯提出正式的道歉 不断地逃避责任 他认为马尼拉企图误导国际视听 希望塑造台湾不肯接受非国道歉与和解 且提出一系列制裁的负面形象 另外非国政府还向各界表示 非国劳工在台湾可能受到不正当的待遇的说法 更是容易损害台湾的国际形象 针对非方的做法 金普聪强调 中华民国驻美代表处与各地办事处目前在全美一直强力多方面的与美国的国会友人 行政部门以及智库学者做直接的沟通与接触 提供所有广大新事件的相关讯息 这些资讯包括事发当时的示意图 广大新号上的59个弹孔 船只大小的比较与相关证据等等 来戳破菲律宾的不实说法 他表示 所有工作同仁都非常直接地表达台湾立场 也就是台湾绝对没有办法接受 菲律宾非蓄域造成船员丧生的说法 并拒绝在这种框架之下所提出的道歉 对于非方的反复不定 金普聪也向各方提供证据 证明菲律宾从一开始就缺乏足够的诚意 来向台湾提出正式道歉 他说 菲律宾驻台代表白锡里和中华民国外交部长林永略 协商过程中总共提出四种版本 其中三种版本签过字 显示非方态度反复 企图逃避责任 没有诚意提出正式道歉 金普聪以此作为佐证 说明我方为何无法接受道歉 金普聪谴责非国公务人员 彻底违反联合国海洋公约 以暴力杀害毫无武装 手无寸铁的台湾渔民 完全违反人道的原则 因此呼吁各方共同谴责菲律宾的暴行 他也强调 台湾应防范非国继续误导国际视听 避免让国际对台湾产生错误的印象 金普聪表示 会在美国多方努力 坚持立场 以得到国际支持 谢谢 谢谢